来 任先生你们来了 怎么样 还挺好的 妈 你好点了吗 我给你带点水果 什么时候把孩子打掉 妈 这孩子是我的 他不是身后一个人的 再有千错万错 不能把责任 怪在孩子身上 我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 我也确实犹豫过无数次 我到底该怎么办 但是我真的下不了决心 把他拿掉 我要把他生下来 我要把他生下来 我会对他负责任的 你良心让狗吃了 你对他负责 谁对你爸负责 你害死了你爸不说 还挺着个肚子来气死我 我没你这样的女儿 走 走 走 妈 你别动 别碰我 走 滚 你走了你走了你走了 妈你这是 别碰我走 妈 我踹你了 好 小时 我们先拿走 方姐 方姐 不要你的水果走 方姐 方姐 别激动 别生气 先走 先走 别生气 把这东西拿走 拿走拿走 好好好 马上拿走 来 妈现在在气头上 你也别往心里去 怎么了 稍微有点疼 那 那我去找医生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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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一下 坐会儿 坐会儿 还疼吗 还好 明天做一个全面检查 明天做一个全面检查 对了 我昨天跟你说的 出国的事情 你考虑得怎么样 出了这样的事 现在哪儿还有心思想出国 你不觉得 正是因为妈这样 你才应该认真地 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吗 妈现在不想看到你 她不想看到你 肚子里面的孩子 你要执意留在她的身边 对你 对妈 都没有任何好处 与其这样 为什么暂时离开一下呢 你再考虑一下吧 听说这两天咱医院楼下的酸奶 可在打折呢 是吗 对啊 小刘买了好多呢 她买那么多干嘛 这东西又放不住了咯 那谁知道 好 怎么了 孩子 抬心没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程总 我去买样东西 回来太太就不见了 医院里面找了没有 要播放酒吧 还没到二十四小时 警方不会给立案的 小陈出门的时候 手机是充满电的 她应该是故意关起 小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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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哪儿 者 入手 你也不想 要 做什么 伤心 皇帝 秤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里太冷了 连老天都不让我生下这个孩子 我今天去做产检 医生说 孩子都太心挺了 若母啊 吃了几个月的补品了 做汤的时候都不敢给你放盐 要不我今天带你吃点好吃的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